中国一名资深外交官表示,中国和越南已经透过对谈,化解了南海的领土争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正式出访越南并参加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 中国外交部助理陈晓东说,两国国家领导人已经驻海域问题进行的深度直白的讨论并且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双方在进行友善的讨论和对话后,决定共同管理和控制海洋争议,并一同保护中越关系的发展以及南海的稳定。 过去两国一直在互征南海上,每年都有超过三兆美元货物通过的策略水道,越南逐渐变成中国在南海区域最大的反对声浪。 两国外交部长在八月曾安排会面,但却因为中国在南海小岛上建立人工建筑以及军事设施而取消。 但两国政府努力兵事前前,中国领导人九月向越南表示,两国共产党有共同的命运。 中国外交部长王一本周也到河内和越南官员会面,越南副总理范平明M.I.M.I.N.周四表示, 是他提议和王一进行会面,以化解两国在尝试和国际法上的争执。 今年七月越南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暂停了和中国有争议海域的钻游活动。 习近平也将造访辽国,该国过去一直是越南的盟友,但现在慢慢向中国靠拢。 中国也在辽国进行几个大型基础建设计划。 中时电子报 中文字幕提供